来看周杰伦自导自演的电视剧呢 真的是有不少的争议哦 之前因为在仁爱路圆环载车甩尾 那时候网友不是上网讨论说 他是不是滥用特权吗 这回又说呢 他在马路上拍片的时候是用真枪耶 一拍拍16把的真枪 把路人给吓坏了 甚至连警方都两度前来关切 不过呢周杰伦的公司来澄清说 这些都是道具枪并不是真枪 逼真的枪战场景 让在场的人都忍不住屏住呼吸 艺人周杰伦指导偶像剧猫熊人动作场景 引起民众围观 为了拍的必争 除了在河滨公园拍片之外 枪弹场景也在天母街头上演 可说是费尽功夫 真的是有难度啦 因为其实看似简单 但是其实你要知道那个运镜 你要看起来 比如说刚刚有几目是 弹头是在躲枪的 躲枪 躲子弹的 砰 躲子弹 躲子弹这种通常一般会做特效 但是你要让人家觉得真实 然后你又要顾虑到演员的安全 其实导演的压力是有很大 不过现在传出周杰伦拍摄用的枪 疑似是真枪实弹上演 吓坏了许多民众 网友在部落格上爆料 剧主找来16把真枪拍片 包括了沙漠之音 紫密斯 寇特 还有MP5 当天在天母拍摄时还因为爆破和枪声太过逼真 警方两度到场关切 网友还说自己被爆破时的碎片喷到相当的痛 并且拍下了剧中被打成千疮百孔的车子 为了维持秩序 保全还要挟路人说再拍就要付钱 不过周杰伦公司捷威尔表示 枪是拟针的道具枪绝不是真枪 而要挟路人应该是误会一场 但是毛熊仁还未上演 可说是风波不断 周杰选中央程翟轩太保了